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市增设亲子公园的需求是日益的增长 为了充分的利用室内的空间 花莲市公所预计在16股大道跨铁路桥下摆平空间 建设儿童游乐设施与舰体的设备 希望争取在今年动工 那么28号上午呢 市长威嘉宴是前往线刊 也邀请了市民代表来规划设计厂商 共同来进行初步的讨论 亲子公园的需求日益增长 为了充分利用室内空间 花莲市公所预计要在16股大道跨铁路桥下摆平的空间 建设儿童游乐设施和体建设备 希望可以争取在今年动工 今天会同我们国城科长还有代表会的李正伟主席 以及我们所有的代表一同来到16股的桥下 那做一个会看的一个动作 那是我们这边也是希望说能够活化桥下的一个空间 未来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游戏的空间 或者是一些运动的一些空间 然后让我们16股的民众都可以来这边去做一个 不管是带孩子或者是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游戏的空间 未来我们在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刚刚代表也有讲到 不管是在交通或者是围网的部分 也希望做到十足的一个安全 甚至于停车的一个空间 我们都会整体的来做一个规划 也希望说如果规划可以的话 我们能够争取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给大家做一个使用 而18号上午市长魏嘉燕和多位市民代表都到场会刊 代表们也提出了多项建议 那如果说真的当做亲子的那个游户设施 那当然会让很多小孩子来玩没有错 但是周遭的交通动线可能就要纳入考人 那如果说因为这个下面是回转道 然后再加上这个路没有那么宽 所以如果车路量过大的话 会是一个问题 那希望可以交通中线的部分要纳入考人 然后再来是说 因为我们十六谷这边 封村这边长者居多 那在设施的部分 能不能就是小孩子跟长者的设施 其实可以各办 市公所建设客表示将会整代表们的意见 并且委托专业顾问公司设计规划 进而争取金贝 希望再打造一座市民朋友喜欢的亲子游戏空间 据旅会幻视报导